如果你說老人家自己去 但你是一間學校 你會被一個老人家這樣做嗎 這是什麼天理 是什麼行為呢 拿著黑色垃圾袋 然後在外牆撿垃圾 我亦打電話去學校投訴 為何你要給校工 安全帶都不損 那就撿垃圾 這兩張照片是吳小姐 上星期六早上坐的士拍攝 怎樣上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窗的位置怎樣走下去 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塞車的她 立即打給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有個人給一個電話 另一個負責人聽的時候 都說要拿安全帶 其實她是知情的 校方回應教育局說 有叫過校工跟著子欣工作 我不是要投訴學校 只不過我覺得這樣是 一個人的生命 是否真是一份工幾十歲 他找不到工 他就需要受到這種壓力呢 而且你是一個教育的機構 你連這些這麼少的東西都不懂 為何呢 會派人了解的勞工處就表示 如果校方違反 植案條例就會依法處理 我在一刻裡 我又浮現了十幾個問題出來 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香港人 為何會是這樣的 這個國家 現在目前有需要 shorts 多試著 發展上 真的是 coord神 操 vo